东潮州春节假日市集今年好不容易回归 如今活动又因为疫情临时喊咖 民众出游意愿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现在花东地区的饭店陆续接到了退订询问电话 不过有民众在网络发文表示 饭店餐厅不给退订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现在是加强二级警戒 一切还是依据定型化契约进行 公拍市集热闹非凡 人潮满满满屏东潮州市集 去年因疫情停办 今年好不容易回归考量防疫 现在只能再停办并愿意全额退费 而疫情纷扰恐怕也连带影响民众出游意愿 疫情升温 花莲出现饭店退订询问电话 初不了解 寒假一月底前退房二到三成 春节期间目前一成左右 五星级饭店确诊的原因 客人对于出游是有疑虑的 至于台东地区 原本春节订房前几个月都订满 伴随着确诊案例暴增 饭店询问电话也增加 而目前退房还算零星不到一成 很无奈啊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第三年 每次在过年前都会有这个病毒进来 业者担心情况再恶化 退房潮恐怕像去年一样 只是现在传出有民众打算退订 却碰壁 网友在PTT求助说 本来过年家族一起去中南部住饭店 只是现在打给饭店跟餐厅都不给退 真的快崩溃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表达不介入态度 他还是要根据定性化契约或个别所订定的消费契约去进行 毕竟防疫警戒尚未升三级 但民众出游已再三考虑 现在只期盼避免病毒扩散疫情早日退散 借着屏东花莲台东众老报道